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没有一样让人想吃 传说中的士林大香肠 也慢慢被人遗忘 对 内容 鸡蛋跟虾仁可以种何间有 美食家费琪吃店大江南辈 这碗生炒花枝根 是他唯一有记忆点的 士林夜市美食 这跟以前的记忆中的味道 都是一样的 你看这一块更吓人 你看 别这么大块 费琪说学生时代 每个月都会来报到 但上次来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 十多年来士林夜市调无心意 卖的东西统质性太高 每家店都在相互模仿 根本是复制品夜市 在这个统质性之下 大家互相较劲 就是恶性的循环 一窝蜂的 去找那种生意好的品牌来销售 就变成说 在这样撕杀 作对撕杀之下 就会变成说 好的品牌 永远就是那几个 那能够生存下来 也是那几个味道 是要吃鸵仔煎炒豆腐 森多粥少的情况下 缺乏竞争力也影响来客意愿 尤其市林夜市多年来不断迁徙 老顾客找不到原本餐饭的一点 也是一大原因 那迁徙当中就让很多 大家记忆中的味道 大家印象中的位置 就一直在改变 所以造成很多的消费者或老汤 会有一种错觉说 它是不是没有开了 老板我要一个大碗的面线 想要一粒不咬就要同中求意 像这间在市林妙口前 五十年老字号的阿辉面线 因为具有独特性 还获得米其林指南餐盘推荐 因为一般都是大肠 蚵仔 但是它用的是花枝根 就我吃阿辉面线 我又可以满足我吃到花枝 又吃到蚵仔面线 所以是不是一举两得 所以这就是做出 它自己的独特性 市里夜市想改变现状 力求突围 除了美食要有差异性 还必须接地气 建立品牌说故事 才能吸引人潮 你现在看到这个烧饼店 大概有二十年的历史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招牌 还有它的屋檐 地板 全部都做更新 大概花了一百万的费用 来做这个事情 二十年历史的烧饼店 是台北人熟悉的老味道 算是这玻璃琴下 影响较小的店家 但为了吸引年轻客群 老店改头换面 摆脱以往破旧脏乱的形象 它现在改善比较有整体性 比较清新 比较干净 会比较容易吸引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 等不及别人来帮忙 烧圈先行自救 林志明认为要940 首先要号召有想法有创意的年轻人加入 因此规划10个免费摊位 给想要创业的年轻人 并提供客制化辅导课程 一来能降低创业风险 也提高开店成功率 文创的餐车 那就是我们会提供10到15的这种餐车 让年轻人到这些免费来的摆摊 而外送崛起 吃的形态也改变 商圈协会也将成立 云端厨房拼外送 在家就能吃到 士林夜市地下间美食 而在地知名小吃 也将做成真空包装 比如说生圈包啊 这些东西把它做成真空包 真空包以后呢 就是你在网路上可以下购 下载 然后就可以去 展配到你家里去 那整个的重点 都是要刺激消费者 勾起有士林夜市 这四个字的记忆 想要恢复往日溶景 就要透顶思透改变 但能否成功突破与翻转 也考验着士林夜市 在地摊商和商圈 业者的智慧 八大新闻 留言区张凯义 台北采访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打挺 地下苏